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9月28号星期二 关于中国停电 现在弄得得到小段消息 说习近平特别的不高兴 非常的生气 现在基本认定停电是一场叫电力政变 就像之前金融股票狂跌 说不让跌了还跌 就定义认为是一场叫金融政变 认为一场是电力政变 基本上习近平现在下令决心了 要横扫东北 其实我记得几个月前 我没有曾经说过东北的情况 习近平北京就不是很满意 想弄弄东北 但是一直也没有动 东北他现在说的夸张一点 真的是有点挣扎不进水泼不进 这么一个感觉 民间流传叫投资不过山海关 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个小王国 小帝国 谁也猫不了 谁也碰不得 但是经济发展的又不是特别好 对吧 外来的人就是说不太敢去 有一些南方的一些企业家 根本就不敢去东北去投资 东北很人多 真的是很人多 都太狠 去了之后 真的是别的地儿你去了之后 就钱撂下人滚 东北是你钱撂下人 走慢点人人都得留下 对不对 所以呢 但是呢 我也说过对吧 就是说从中国来讲 对东北其实是寄予厚望的 我以前也说 就是说真是人结地灵 你看很多东北人南下 这边来各种发展 全国的各种孝星 企业家 大忽悠 都有都有 东北又有 能人多了吧 就是说走哪条路都有 对不对 以前我们天津那儿就是卖塔铃 你知道吗 就是卖塔铃 就是说装骨灰盒的 对 他就装骨 塔铃是装骨灰盒的 这行业 基本上就被东北人就垄断了 基本上就是说可以 百分之七八十百分之八九十都是他们 以他们为主 还有天津有洗衣中心 你知道吗 也是以东北人为主 大老板们基本上都是东北为主的 几个行业都被东北人就垄断了 钱都是他们在挣 真的就是说人家地灵 东北肥沃的黑土地也是全国文明 对不对 但是就发展成这样子 对不对 你看就是说人挪活树挪死 这些人你看在东北的时候不咋地 来了一南下 马上一个个就都抖抖起来了 迅速就发家 是不是就发的好不亦乐乎 为什么东北已经发展不起来 对吧 我个人认为 反正普遍认为 还是政策的问题 一个是政策 一个就是说狠人太多 当地就是说官府和这种黑社会 不能说官府和黑社会勾结 官府就是黑社会 黑社会就是官府 基本上就绑零在一起了 弄的就是说真的 就是说没法发展 但东北的潜力有多大 我给你举个例子 当年日本不在东北 就是说扶植有了一个维满洲国 对不对 但实际上就是日本在背后搞的 对吧 说是溥仪他们搞 但实际上就是日本在操控 当年到了 我记得日本在维满洲国那 没有投入了多少年之后 我就很快的 整个维满洲国 东北这会儿的经济发展总值 就跟日本就持平了 非常迅速就跟日本本土持平了 也就是再发展发展就要超过日本了 就能超过日本本土 就到了这么一种地步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 一个东北如果发展的好的话 基本上就相当于一个日本 什么概念 就是说美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东北要发展好了之后 就相当于一个日本 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基本上就在中国上面再加一日本 你想如果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第三大经济体加一起 那不直接把美国就干翻了吗 那直接就不是第二了 就是老大了 对不对 但是东北这些年经济发展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好 而且东北还有就是说 普遍的就是年轻人不愿意在那待 有点本事有点能力的都在南下 都走了 导致了年轻人离开了之后 他生育率也在下降 养老也出现问题 因为年轻人少了 老年人多年人少 养老也出问题 养老金的缺口也是以东北 就是说可能是全国排排第一 因为年轻人南下之后 生了孩子也都就在下面都定居了 他就很少 可能就逢年过节回去过个年 然后去家说一年可能就回去 那么十天半个月 绝大多数都在下面了 对不对 都不在上面 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 其实中央就一直想要动东北 但是一直没得着机会 你看香港什么乱业八道的 就一直在弄 你知道吗 就一直没有弄到那儿去 而且他那儿到也这点好 他虽然搞自己的小王国 但是他也不给你惹什么乱业八道的事 你知道吗 但是这一次就是停电来讲 东北这次闹的是让习近平最难看 习近平都特别生气 你看 东北现在 而且多地出现什么 就用电高峰时段 拉扎限电 就成新 越是你要用的时候 越给你拉了它 沈阳市限电 导致部分街道红绿灯停电 那个红绿灯 能他用几度电 给红绿灯停了 导致交通大中毒 你说这不是成新吗 我以前我举过一个例子 就是说北京那边 习近平这人刚上来 让大家节约 不要铺张浪费 就觉得江湖时期太铺张浪费了 就瞎搞 不让铺张浪费 北京当时是哪个大会堂 大礼堂搞一个活动 弄了一帮明星 女明星 主持人 来了之后 女明星穿的都是吊段 露后背那种 照相 背漂亮 对不对 然后进去之后不坐在里边 然后下边开会 他把冷气给人停了 说习总说 不让铺张浪费 那女明星穿的都吊段 大冬天的 我靠他们回来 这 冻死人了 就是 有人说是蠢 说这习总不让铺上浪费 但是你们也不至于到了 就是说搞个活动 暖气都不给人开了地步 对不对 其实不是蠢 这帮人一点都不蠢 这帮人叫什么 叫坏 你说沈阳把红玉灯停了 这叫蠢吗 这不叫蠢 这叫坏 诚心给你难堪 中央让我停的 习近平让我停的 不让你们用红绿灯了 你们去骂吧 骂你们骂谁 你们骂不得骂习近平 骂北京 骂中央吧 就是诚心 知道吧 这不是蠢 这就是坏 这不叫低级红 这就是高级黑了 你知道吗 这是纯黑 所以呢 但是你要明白一点 你不蠢你坏 习近平蠢吗 习近平看不明白你们什么意思吗 你们不就是向上不高兴了吗 对不对 让你们这个搞这个就是节约减排探中和啊 你们不高兴了 你们干什么 甩脸子给谁看 对不对 就那领导让下面去 怎么回事 没干活 没能干净去 然后下面去拿调子 就在那 来回甩那调子嘎嘎嘎 他也不是话 甩甩甩甩甩甩 就让羊 羊土弄了那土 抱不羊羊 大家从上过去看是怎么回事 这是干嘛呀 这是对不对 领导让我作业生 让我作业生 腿挪挪挡挡挡着了 我扫地呢 你怎么回事你 知道吧 这什么意思呢 这领导是傻子吗 对不对 你咋骂你 对不对 领导的时候多全心眼看不出来 你不高兴了呀 对不对 不就这么意思吗 9月26号啊 吉林省吉林市我们也说了 新北水雾发门子 说告诉你们啊 中央给那命令啊 习总给那命令啊 不定期不定时 无计划无通知停电 我随着停 想什么停什么停 你们自己听明白了 不怪我 要怪骂老习习近平啊 而且呢 这个情况已经持续到明天三月份啊 而且呢 你们要做好新准备啊 以后停电停水 都是成那个常态啊 我们没有电了 谁也来不了 所以也没水 你们能不能过失你们的事 不行死去 你们要不你们去北京上访去 骂去啊 就告你都是习近平搞的 人民日报就直接开卷啊 人民日报开骂啊 说啊 各地啊 全力优化能耗指标啊 不惜关停生产 甚至影响军民生活中电的医疗企业做法啊 跟开学前狂谱作业 就一个道理都不要连啊 今年上半年啊 多地能耗不降反升 九个省区的能耗强度消费总量 均被中国发挥委呢 给出呢一级的这个警告啊 然后呢 在这个中央的这考核压力之下啊 各地啊又开始啊 赶紧的立军令状 加速整改啊 现在转眼呢 到了四季度了 全年纸包根本达成不了啊 前半年呢 就是说瞎折折折折折 你知道吗 这个叫什么白天游四方晚上遨游补裤裤 前三个季度呢 折折折折折 到了第四个季度了 然后现在开始呢 根本完成不了 完成不了怎么办呢 说现在一些地方 抱歉啊 不相关于 好 不好意思啊 咳嗽一下啊 于是呢 一些地方呢 采取强力手段定制不要压任务 对产业园区和行业呢 强制性的限产停工 拉达限电啊 那人民日报反映就是 就就 基本上相当于骂街了啊 那人民上骂了街之后呢 下面呢开始改口了 改口啊 说吉林省新北水务有限公司 又又再发了一个公告 说呢 这二十六日的时候啊 当时因为担心 可能临时停电 导致公司供水区域用户 临时停止状况 所以公司呢 发布了通知 但是公司呢 也意识到了措辞不当 内容不准确 给相关众户和公众造成了误解 我们对此呢深感自责 并将严肃呢 对待此事 严格按公司制度处理相关责任人 这是被北京骂了街了 骂了街又整个又改回来 对不对 好吧 当然呢 咱们也不要说光说东北 其他地方也在停 而且停了也都挺难看的 但是呢还好 就是说没有不像东北似的 就是说 这个把红雷灵停了 对不对 其他地方呢 像苹果特斯拉的关键供应商呢 宣布产房停产 说呢 这个影响了这个苹果手机了 不过呢我们还好啊 有网友问了 问这个苹果今天这手机拿了吗 你不等着年年换新吗 等着我这个开箱了啊 据说已经寄出来了 可能这个明寇天呢 就到 好吧 等到了之后呢 给大家录一期这个视频 然后今年的苹果的这个 就是说这个发布会什么也没有无录 因为真的是毫无兴趣也没看 而且发布会之后呢 就是看的新闻什么的也少 以前每年还稍微看一看 呃了解了解 但是呢 嗯 就自打年年换新之后吧 就是因为反正也会寄一个新的过来 就觉得来了之后再说吧 也就没有兴趣 以前呢 会考虑看看看看一看值不值得换 现在呢 是就是说反正一定是要换的 因为已经就是说加入这个年年换新这个计划 每年肯定换新的 因为不换也不合适 所以呢也也没仔细看 那今年这个呢 就现在据我了解 呃 唯一一个让我还有点这个兴趣的 就是它这个蓝色啊 一个浅蓝色 呃 我记得前年的时候出了一个一个绿色 是不是啊 我说我拿了绿色拿了之后 我觉得不好看 墨绿色就我就好丑 我说其他明年能出个蓝色的 我我买一个 结果呢去年的出了一个蓝色 但是呢是一个那种深蓝色 墨蓝色我也不喜欢 看着跟黑的差不多 就去年呢我拿的是这个 嗯 拿的是这个金色的 对不对当年 但是拿了之后呢我觉得看着反正还行 但是金的以前用过好久金的了 觉得对金的也没什么兴趣 然后去年呢我还是说希望能出个的浅蓝色啊 就今年呢不知道这个酷口看来 及时收听收看了死动机啊 出了一个浅蓝色 那么呢 而且呢跟我们订的那辆那个 新订的那辆保车街那辆那个 Taycan Cross Turismo 是一样的 Frozen Blue 冰蓝 我还跟我这车还挺配 可能车是12月份到 手机9月份先到了 到了 到时候我这车跟手机呢配一起啊 配配成一对 这个 到了之后 把它给大家看看 所以今年这个手机 唯一一个让我还有一点兴趣的 可能就他那冰蓝色了 其他的东西真的就一点兴趣 当然他不叫他叫远丰蓝 他不叫冰蓝啊 这个保儿节那叫Frozen Blue 是那个冰蓝 苹果这个呢叫远丰蓝 但是反正忙这么着吧 颜色我看差不多 到时候来了 来了再说啊 但是现在呢这个苹果特斯拉呢 关键供应商停产 可能后面对苹果的手机的供应 呃也会有影响 现在苹果 每年一出的新机 不就最热闹的就这么一阵嘛 对不对 那据说呢可能后面有一些手机呢 可能这个到位的时间就要这个往后拉啊 然后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手表 手表我也该换了 我这手表是这个19年 19年换到现在两年了 对吧去年没有换 我觉得手机现在是年年换 手表我觉得两年也该换一个了 对不对 所以今年还想换手表呢 但是现在不知道这手表还来得了 来不了 对不对 倒是再说啊 嗯 然后呢这个英特尔英伟达高通的芯片封测服务供应商也停产了 也停工啊 恩智浦英飞灵日月光的半导体封装材料供应商呢 长华科技公告 从26号是晚上到到今年到这个月月底呢 也都是停工啊 而且引发呢 整个A股上市公司的停工潮超过10家上市公司呢 发布停产公告 然后呢这个整个这个A股啊 就是说相关的这些公司 都股票都跌了 对量进而的就影响到的股票 对股市的都这个不利啊 路透社呢 现在预计啊整个这个呃中国这些个限电停产会呢整个会影响呢 蔓延到全球市场都会受到影响 你刚刚我说的像苹果的这个手机啊 手表后面呃特斯拉的这个车呀 对不对都都特斯拉车本来就就够慢的了 对不对这次可能就就更慢啊 嗯 但是这些来讲呢 主要还影响到工业这都是南方对吧 虽然呢他们就是说也是停电 但是不像东北呢搞的这么难堪啊 那在这次呢 东北搞的事是这个最难堪 有点就是说好像就是说哎 使脸子给上面看 嗯所以呢 我我觉得其实前几个月前我就说 我说就要动动这个东北了 要把东北弄倒 弄倒当当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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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不用拿不用拿先搁门口的了 哦是要签的啊 那那你去签字等了去签字啊 好不好意思啊 刚刚东到了不是手机 就是那个买了点子弹的 呃呃 其实接着说啊 反正就是说习近平现在已经下定决心 要动作东北了 而且动作东北 一个就是说 觉得自己的权力进不去 怎么弄下去 也不好看 另外一个也真的想要扩大内需 发展中国经济 这个也是一个刚需 刚刚我也说了 东北如果发展的好的话 能发展成一个最起码相当于一个日本 有巨大的潜力在里边 到底怎么动 现在就是说有各种说法 之前我也说了 有一种想法 就是说把东北的这些官员们 往南边派 然后把南边换过去 大家互相换 但后来看起来就是大面积这么搞 也不现实 另外有一种 就是说 干脆就把中央从南边往里面派人 然后东北当地的一些 就是说不说都派走 然后把一些 就是说关键的几个这种人物调走 比如说 调到有的 生的 如果就是说级别够了的 到北京 弄个什么政协副主席 人大副主席 一哥 然后级别如果不够的 就搁到比方南方去 给你搁到海南省去 从东北调到海南省 到海南去当个什么 海南省省政协副主席 或者省人大什么的 给你弄个闲职一哥 不就完了吗 但是关键是什么 就是说一定得把中间的几个关键的人物 得掏走 得掏空 不然的话 你再派人进去之后 工作开展不起来 没有办法 那些地方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壁垒了 但是当然了 你也别激动 不是说我今天 我一说明天就要动手了 就跟香港一样 香港 我2019年 我6月份我就说了 对不对 我6月份我就说 我说郑伯克战医院 习近平在香港动手了 但是真正到了最后动手了 你能看出来 能看明白了 基本上是2020年10月份了 对不对 其实7月份 这个消息就出来了 但10月份 基本上算是开始搞 东北的情况也是这样 不是说我今天说的 明天就要动手了 我预计很有可能 要在换届之后 换届前 他们其实现在敢这么搞 也是在换届之前 搞一场 就是说类似一个电力政变 给习近平难堪 就有点这个意思 但是换届 习近平同志还是比较能忍的 虽然他已经下定决心了 但是先忍一忍 咱们再说等换届 先稳稳当当 先换届 换届结束之后 但是也有可能在换届的过程当中 就要做一些事情 但是大面积的 就是说大面积的动 大面积的把这个 就是说有点相当 就是说这次不是收复香港吗 下次要收复东北了 习近平要出关了 要收复东北 我估计要到明年 怎么101年 很有可能到明年年底的时候 才会就是说大面积的 开始有动作 那时候你才能看到 但现在来讲 这么说还太早 需要一点点时间 然后当然了 也要就是说 上面有各种的这种小道消息 然后开始为习近平限电 就是说进行辩护 因为地方上很明显已经不满了 对吧 地方搞了这些东西 那么对他辩护 我们反正给他说一下 然后你可以听听 就是说你觉得他有道理 也就好了 没有道理 反正他有他的一套说词 好吧 他的说词是什么 首先来讲 说限电政策 主要针对都是外贸企业 还有外贸的这种企业产业链 他说这么做 是一个主动性的 一个防守的一个策略 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这种外贸企业 外贸产业链 做出来的限电 说为什么 因为现在中国高价在进口的煤炭 大宗商品 然后以非常低的利率 非常低的利润 甚至是零利润 生产之后 就实际上是加工之后 然后再抽出口到美国 或者西方国家 而美国用印出来的这种美元 因为美元现在实际上在贬值 美国在玩命的印美元 玩命到外发 这个东西实际上 美元就是贬值的 这些东西 它不是不算是真金白银了 是你美国凭空捏出来 这钱是你借出来的 这种东西 它实际上意义不大 尤其当你这么做了之后 美元实际上就贬值了 它某种程度上 在这个就是说 降低国债 就是说我不用还你 或者说我不用还你那么多国债了 就以前我让你借了10块钱美元 对不对 那时候10块钱美元可能能买 比如说一克黄金 假设之外 我也不知道多少钱 但是说这意思 现在美元贬值了 我可能就是20美元能买一克黄金 原先我可能跟你买了 让你借了10美元 我买了一克黄金 现在我把这一克黄金卖了之后 我只要给你一半剩10美元 我干烙了 你懂这意思吧 所以美元在贬值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美国印出来的钱 买中国的产品 这样会导致中国出现的 这种输入性的通货膨胀 就是说你美国玩命运钱 导致你美国通货膨胀了之后 你这个东西再外延 你通货膨胀再往外输出 弄得我中国跟着你一起通货膨胀 跟着你一起 我也要这个 就是说 就是说你去你美国做错了 我再替你背锅 所以而且实际上 大量的利润都放在了海运和原材料的成本上面 就是说挣了这个钱之后 我也没拿到多少 你就好像造一台手机 苹果拿多少钱的利润 然后最后 红海他们可能就拿百分之几 那百分之十都不到 你懂这意思吗 最后我也没挣好什么钱 然后钱的还都是 我还要去进原材料 原材料挣了很多钱 海运费挣了 现在海运特别贵 对不对 当然由于这次的事情 导致海运的运费 运费掉下来了 因为好多工厂都停产了 停产了之后 产品也做不出来 也没法运 那么货柜就多了 然后价格也就降下来了 所以他就说你这么搞的话 最后实际上对我来讲 我伤害 比如我挣了那点钱 不够我弥补伤害的 所以他认为这么搞 实际上针对外贸企业和产业 这样做出了一个主动性的一个防守 反正他认为他是他这种辩护方式 你可以去理解 另外 而且还有另外一点 就是说随着后续海外供应恢复 全球的供需缺口收窄 就是现在是因为去年的疫情 导致现在好像一个急剧的一个膨胀 好像你现在出口特别多 然后接的订单 跌的就排满了 但是等到疫情慢慢过去之后 恢复平静了之后 你的订单数量也会下降 你的出口也可以开始的回落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今年由于你现在工业高增长 那么导致我能耗 都在提高 都出来了 对不对 但这个东西当明年 你就不需要了 我现在对我玩命提高 它没有用 对我来讲 明年我可能就会有过于的过剩的 这种能耗 对我来讲也不利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说我现在出现了这种能耗双控 如果我这样走的话 等到明年你工业的回归常态之后 你的出口回归常态之后 那么就会跟我的能耗的管控的指标 就开始match了 就合上了 所以那个时候 就不会像现在 就是说感觉好像电不够用了 所以反正这是他们的一个 就是说自我辩护 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做 我有我的目的 有我的原因 好吧 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 还是被白左忽悠了 实际上真的 非常的愚蠢 就是说你被白左忽悠可以 但是你要一点点来 不要那么着急 我回来一会儿 我们再做一期讲什么 就是有一个拜登的一个秘史来中国了 也是不是特里 特里是明着的 明修战道暗渡陈仓 还有一个 也来中国了 也谈到了 就是说关于节能减排的问题 回来我们再录一期 而且我告诉你 据得到了小刀消息 拜登的特使 他怎么着 来了之后 不但来到中国 去了新疆 当然白宫是不承认 他是特使是密使的 他是 如果他就被抓了 完全是他自己私人这么做 跟官方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懂我意思吧 就好像以前抓那叫什么 金属带是金属记的 不也就是 抓了之后 跟我没关系 他自己私人的 有一些这种工作 就是说当你往外派的时候 就会跟你说清楚 这种工作是见不到人的 是不能说的 你去了之后 仅代表你自己和你个人 如果你被抓了 或者出了任何问题的话 跟国家和政府没有关系 你懂吧 所以就这么个意思 理论上来讲 他应该是拜登的一个秘史 但是他是完完全全 代表自己个人来的中国 但是他虽然说是代表自己个人 但是这边是非常非常的重视 把他当国宾对待 去了新疆 你知道什么意思 一会我们说说好不好 一会我们再录一期 再说这个事 反正这样停电 就这么个情况 东北搞的 习近平是最难堪 而且实际上就是一帮坏水 你知道吗 诚心在那给你搞难堪 习近平也不傻 也能看明白 那么反正就是说 你要这么搞 你就跟香港一样 19年你要搞 对不对 19年弄到习近平是很能堪 但是现在来讲 你看现在别有谁能堪了 对不对 你现在这次在选举 好像就已经没有 就所谓的他们这种自由派的了 对不对 民主自由派的就没有了 现在全都是建制派的 99.99%都是建制派的 对不对 这种所谓的自由派 基本上就完了 就没有人了 而且各个就是说当年搞游行的时候 来参与的这些组织什么的 都在纷纷解散 现在我看香港最近解散太多了 我都记不清楚解散了多少个组织 都宣布解散了 就取缔了 因为不解散的话 可能什么以国安法抓你坐牢 就干净就解散 你不解散就等着洗屁股 洗干净屁股等着坐牢了 对不对 就都在解散 就是说把所有的那些民间的力量 全部拆散 打成一盘散沙 对吧 你19年肯定是心灵难堪 你现在完了 现在整个手就伸进去了 一个一个的来 一个一个的办 对吧 最后办到谁 上次我讲过 最后有可能办到那些黑社会 黑社会的力量要小心 以前中共手伸不进来 有一些事需要你们去代劳 现在手已经伸进来了 以前要搞游行的话 中共没法搞 就要黑社会 原朗不就弄一帮白人出来打吗 打你们 冲你们 跟你们干 对不对 打架 那个时候是因为什么 那个是因为国安进不来 才需要你们 现在不需要了 现在在游行 国安就直接去了 直接去了 这个违反国安法 这个颠覆祖国 颠覆政府 颠覆政权 直接抓了坐牢 就完了 还需要你们 不需要你了 不需要你 你的下场会是什么 还记得杜叶生 说那句话吗 哎 蒋介石把我当夜狐 懂吗 所以呢 你们要想一想 不要着急 最后都会到你们的 一个一个来 然后东北呢 也在这儿 东北也要想一想 还有一件事 还记得吗 以前我们也说过 16年的时候 央视一个主持人 刘芳菲 她老公叫刘希荣 在天津被抓了 被抓了之后 你看怎么着 送到东北去了 好像是研编自治区 那会儿 最后活活打死了 还记得吧 我们当时说过 非常的惨烈 我想有一个视频 你们可以想看 可以去翻 刘希荣 那为什么在天津 被抓 送到东北去了呢 对吧 当然说是涉及到贾春邦 但是实际上 这个事是习近平知晓 不知晓 16年17年的事 到刘希荣死了 习近平这二台知道 对吧 然后 当然了 北京也是非常的不满 后来在东北那边 好像是抓了 九个检察官回来 后来判了重刑 对不对 但是完了吗 没有完 其实从那个时候 这个祸根就埋下了 对东北就不满意 就觉得东北 没有完完全全 在自己的控制之内 香港也是 香港也好 东北也好 还不百分之百 控制在习近平的范围内 就为什么东北这一次赶 就是说你不让我停电 我把红绿灯给你停了 我水都停了 说我没电了 水泵都开不了 成心停水停电 停红绿灯 还是甩脸子给中央看 等等吧 到明年年底的时候 好不好 现在东北这个时期 就相当于2019年6月份 香港闹得最厉害的时候 现在没错是北京能看 一年半吧 好不好 香港也差不多一年半吧 一年半之后 一年半之后 你看看 到底是你东北能看 还是北京能看 咱们把话放在这 当然跟我也没有关系 那就我们得到这个小条消息 但是呢 这口气 老习是先搁在这 搁在这 你们等着 看看你习家的什么意思 好不好 好吧 那这期呢 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